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陆军的明争暗斗装聋作哑 1931年515事件后 接连两任首相斋藤石和钢田企介都是海军出身 对陆军没啥好脸色 1936年2月26日 陆军部分黄道派青年军官武装政变 斋藤石 林木冠太郎和钢田企介三位海军人老遭了自杀 沈能忍 殊不可忍 海军立即加强海军省和军令部防卫 调集海军陆战队上岸 还把长门号战列舰开进了东京湾 一副分分钟要拿这帮马路开练的节奏 虽然叛变最后被陆军镇压 但是进一步加剧了双方队力 226事件后 双方队力已发展到 只要是对方支持的就反对 只要是对方喜欢的就讨厌 只要是对方采用的就不要的地步 双方都觉得自己缺钱花 年年为了预算争得不可开销 结果1926至1945年 日本军费基本上是节节攀升 从占政府预算的30%不到 一路窜到85.5% 分完前 双方为了如何分配资源接着撕 海军占了钢铁资源大头 没办法 大河 武藏这种巨舰 拿木头造不出来 大家常讥笑日本陆军的坦克是铁皮车 估计和陆军分不到多少钢材也有关系 开战后陆军占有大多数石油资源 远超出其本身需求 却不分给用油大户海军 海军则威胁要扣留所有邮轮 让陆军有油也运不了 陆军不甘示弱 自己造船来运 海军则放话 不给油就不派军舰护航 双方在战略上也是南辕北辙 陆军的战略中心是北进 即第一假想敌为苏联 其次为英美 而海军战略中心是南进 即第一假想敌为英美 其次为苏联 海军在偷袭珍珠港后 携大胜之势 派出机动舰队到印度洋爽了一把 把英国人赶到了非洲 开始歪歪打通红海苏伊士通道 进入中东与德国会师 然而陆军压根就没有配合海军一起浪的兴趣 结果海军兴师动众搞了次武装游行 狼儿武功 不过陆军也有被海军带坑里的时候 被海军一句 这个岛很关键忽悠上了瓜岛 填进去两万五千多条人命 瓜岛战役虽最后以日军惨败收场 不过日本海陆军在撤出瓜岛时 倒是京城合纵了一把 连手把美军忽悠了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可以关注 民财虎微信号 发送瓜岛了解详情 日本的练兵方式全部来自于西方国家 海军源于海洋霸主英国 而陆军源于重地强国德国 师傅间严重对立 造成徒弟们在对外关系上也对立 日本陆军坚决认为应该与德国联盟 而海军方面则希望与英国联盟 两军先的争斗在个人层面上也极为突出 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部分人就是因为陆军威胁 要干掉作为主和派的他 曾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丰田富武大将 专门编了一本各种海军骂陆军的词汇大全 以免大家用时方很少 他也反对日美开战 但理由竟是 开战是那帮陆军动物们的主意 咱们海军去跟着参考什么 在一切可以合作的领域不合作 在一切可以通用的领域不通用 则是日本陆海军最挨干的事 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等 这种机构性质一样 但名字都不能重复 陆军战斗机只用中岛的 海军战斗机只用三菱的 战斗机的操纵感配置完全相反 机枪的口径不一样 就连同样是20毫米机炮 弹药也不通用 据说连螺丝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 日本陆海军都看中了 德国DB601发动机 分别通过不同公司引进生产 一台发动机满了两次 连援手都无语了 二战中 日军一直在积极开发雷达 但是收效甚微 主要原因就是陆海军各干各的不说 还互相保密 双方还喜欢互相攀比和瞎搞 浪费了大量资源 截至战争结束 海军飞机有53种基本机型 共112个品种 而陆军则有37个基本机型 共52个品种 陆海军通用机型只有两三种 海军自行开发研制了 特二式内火艇两栖坦克 这个主意真的有点特二 陆军也不简单 自己造运输船 游轮 潜艇 登陆舰 甚至自舰航母 这是打算抢海军生意吗 御人天皇曾问他的侍卫官 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 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 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至少他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 好了 马路间的斗争就到这儿 下期再会 请打开微信 扫描二维码 想先观看下期精彩视频 你也可以微信搜索迷彩虎 添加关注 与虎妞谈天说地 欢迎大家提问 吐槽 对思 不论是鲜花还是板砖 虎哥和虎妞等你出招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